一会儿阿英出来 大家公屏上带一下节奏行不行 各位 行不行 已经算答应了 但是 但是他还没有明确 我也不知道他究竟是答应还是不答应 其实 我的意思 我想把他那个钱 就是 他不是 那个 他爸爸妈妈私自去 拿了那个吗 然后 然后我的意思是 去 帮他把那个钱还了 但是他一直就不接受我 我没有办法 我现在我头都炸了 真的 大家帮我想想办法呀 行不行各位 我 我就是 我就是放到福利 就是希望大家帮一下我 对呀 我让大家帮我呀 你们怎么 他话都不说啊 你们 你们怎么都这样啊 是不是 阿英 怎么了 你进去考虑吗 还是怎么了 是 外婆她跟我说的 她说就是 我说你是不是买花了送给我的 我说对呀 然后她说你怎么可以就是乱说别人的东西什么 成一个你看你把花也带来了 我让你拿去退啊你肯定也不会拿去退 这你拿去退的话你觉得人人家人家那个花店还是还会还会要吗 再说了阿英 那你现在的意思就是拒绝我吗 你先听我说一下嘛 行行你说吧 我可以收下 但是就是你看你都买来了让你拿去退 你肯定也不退 但是不是以你朋友的身份 这意思是你朋友的身份去收下我这些花吗 是这个意思吧 因为就是你也知道我想就是等我就是事情什么都就是解决好了 后就是能够就是自己就是大大方方的能就是收你这些东西 但是你说现在是以女朋友的身份来说的话 我确实事情也没有解决这样对你不公平 但是阿英 我刚刚跟你说了呀 我可以帮着你一起解决事情的行不行 我们我们遇到什么事情 不论是你表哥他们的事情还是其他的事情我都可以帮你的呀 我可以帮你挣钱 然后也可以帮你直接提前把那个钱 就是给你给你表哥家行不行 要不你跟你外婆说一下行不行 以后反正是不是 我说一句那个呃远一点的话 娶你还不得是要都要采你吗是不是 那时候从采你里面扣肥 你知道我刚刚我这样给我外婆说的吗 我外婆说陈女哥他说他先把钱垫上 然后以后他如果说他娶我的话还不是要给财女他说从里面扣嘛 然后外婆说他说这样怎么行 他说嗯他说这样对你也是不公平的 而且你也知道上次的话 你也就是你的车停到那边上 结果害的就是躺外婆 他跑到我们家里面来闹嘛 所以你看 而且你现在都是直播着 然后如如如果说我这样说着说 就是与你女朋友的身份啥的话呢 搞不定他们又搞出什么事情来 其实我觉得两个人一起面对事情的话 其实是阿姨我我不是说呃自己夸自己吗 就是很多事情啊 我处理我处理的会比你处理的很好的 而且很多很多其他的方面的呃呃各方面的东西吗 我都可以帮帮你想办法 然后我可以教你 我可以带你挣大就是挣比现在多的钱 然后呃更更好的 就给你外公外婆带来更好的生活条件 和嗯 解决你那个表哥家的问题 哎你其实我是值得你相信的 陈宇哥我很相信你 我也相信就是你就是能对我好 但你你也知道我现在最大的姑娘 就是因为我的事情那些没有解决 这样对你也不好 而且反过来你也知道哈 他们那家人的话就是表哥他们的话呢 也那个就是 不怎么好说话你也知道 你知道刚刚像我外婆说的 他说嗯 他说如果说是他能看得出来你对我也很好 然后呢他说是嗯就是不把这个事情解决的话呢 他相对于也是就是我外婆的一个长生子嘛 他说这样的话大家都是亲戚他也不好 那个然后外婆就说他说要等到他说再过呃就是两两三个月 我们不是要过年了吗 然后呃外婆就说他说要等到那个时候 他说把就是长辈那些对在一起然后把这个事情解决了 而且我也觉得就是我现在这个事情没有解决 我就这样接受了你 这样对你真是很很不公平的 你不知道我们这边的想法 真的 你看你如果说是他们看到你天天往这里跑 我们现在凝聚到很多嘴巴 他们都在那里乱说还有啥的 你看现在你现在直播着 我要是说我当你的女朋友 我收下这些东西的话 明天的话我们这个村肯定都谈变了说什么事情没解决 就又接受了一个汉子的什么什么话什么东西 哎其实这个是我自己考虑的呃不够那个不够仔细吗 但我觉得哈呃我跟你在一起的话 肯定会比现在你哈你个人不论是你还是那个都会比现在 我好一点我但是我没有顾及到你一个黄花大闺女的那个呃 名分吗就是相当于就是你也说你也怕村里面说闲话吗 但我个人的话呃但对我个人的话我是无所谓的 这方面我可能就是呃没有跟你考虑的那么多这个是我的错 但是我觉得你你你也已经给你的表你的表哥说清楚了 你们两个是不可能有未来的就是没有未来的 所以我感觉你这个东西是吧 而且你说白了他们老一位人就是嘴巴上说说而已 并没有说拿呃只是现在现在的话就是唯一点不好的就是你爸妈他们在你的表哥他们家拿了一点钱吗 就是这个这个事情我可以帮你解决的很好的呀 是不是 你们我知道陈宇哥我知道你的意思但是 这种事情你也知道表哥他他不吃这一套 你看上次说就是说把钱赔给他那些的话他就故意亮手 而且这是我们从小就就是定的事情了 嗯反正我是不可能我说了我是不可能会嫁给表哥我也不可能会接受他 但是我想的是就是这样好事情又没解决然后呢又介绍你这样 就真的是不管是对于水来说都是一个很不公平的事情就知道就相当于就是我脚踏两只船 这样说是我跟表哥呢从小一起长大跟他呢就是相对他就是我自己的哥哥一样 但是在万人面前看来的话就不是这样子的呀在万人面前看来的话我们从小本来就是有那个的 然后现在就是搞成这个这个样子的话相当于就是我又呃就是我又拉着表哥 然后呢又掉这里这样这样真的对就别说是对你不公平对谁都不公平 其实我今天来你的这些你的这些事情我也不是不知道 我其实我今天来的话真的我我就是想为爱勇敢一次 因为我从来我我我现在我长那么大我从来没有跟跟跟女孩子表白过嘛 所以呃这方面就是很多人也在说我包括但是你应该可以看得出来哈 我从第一次就是我们两个第一次见面然后到现在这期间我不敢说我对你有多么多么好 但是我至少但是我至少呃我个人认为哈就是我对你你可能也感受得到 阿姨这个是吧就我对你也是呃真心实意的我带你包括我带你呃就是卖东西挣钱这个也是我真心实意的 然后现在我跟你表白你想想我一我一个人我一个呃就是不是说不是说多么那个吧 就是我不是说多么受委屈我是呃我本来是在大城市里面可以无忧无虑的 但是我在我跑到你们这个呃小山村来陪你受苦受累 然后我不是说受苦受累吗就是呃跟你一起做龙活然后包括很多很多 有些事情啊其实我是很呃对我是呃很有兴趣的做出来 然后很多事情是我不愿意做的但是我还是做了 就是其实这些你都也看得出来哈 比如有些龙活我是根本干不了的 但是呃为了 就是为了呃更更跟你靠近一点我还是选择真的呃我还是会做的包括我们去挖土豆啊呃割那些猪草啊那些我以前从来都没有干过这些 但是我就是还是陪你因为有你在啊我觉得在枯燥的东西在在种的活我都觉得跟你在一起的话就很愉快 所以呃呃我也不是那种拐歪抹角的人我的真的我是呃真心的希望你能做我女朋友 我知道成一个我知道你对我的好那你什么想法我也知道 我只是说现在这个时候就是以你女朋友接受的话真的真的是不行的 但你如果说是对你其他你看呃呃那些什么人的话我觉得我可以收下 没事这个这个呃这个东西并不是说你收下了你就是我女朋友没有没有没有那么那个哈 这个东西我本来就是买来要送给你的 只是我是更希望你能接受我的毕竟其实呃呃我在这儿我们两个也相处了呃三四五个月了吧四个多月了吧四个月左右了 然后我是三个快四个月了嘛 然后是什么性格我是怎么样的一个人 你应该是很了解的包括我一开始我来我来找你的时候 我也就是觉得你这个人就是从一开始哈我跟你说实话 我就是因为觉得你这个女孩子很单纯然后我比较喜欢 嗯是吧 然后对然后我这是一步一步呃就是从后面的很多很多事情 可以看得出来你真的是一个很善良温柔 体贴的一个女孩子 然后最重要的一点是很单纯很勤快很勤快这个是大家真的有目共睹的 包括不只是我哈呃包括现在差不多有九百个九百个就是粉丝朋友们在看 他们看过我们视频的人都知道 是吧 安是一个很勤快的女孩子 大家觉得我说的对不对呀 所以这些其实 就是因为这个种种一些很小的细节堆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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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堆积到后面 然后到就是 现在哈 那么那么些几个月 其实 你在我心中 已经是满了真的 就是那个那个 好感度怎么说的已经达到百分之百分之一百了 所以我不想再 嗯 就是隐瞒我的 内心的爱了 我想把它表表达出来 不论是 呃你接受还是不接受 我 都是要表白的是吧 总要踏出第一步嘛 而且我不是说 呃跟 跟他们一样就是 哎呀遇到点什么困难挫折都放弃了 你知道我不是那种人的 我们包括 呃我跟你一起去山上 我们两个一起去 呃 哎当时是去干嘛来着 然后下雨那天 我带你去山上玩去了 哦对对对去玩 哦 你说要走几个小时的山路 其实我嘴巴上哈 我就是说 呃可能嘴巴上我会说 哎呀我爬不动了什么什么的 但是你你有听到过说我说我不走了 我放弃了 没有没有这样说过吧 是不是 嗯 所以我现在我觉得我跟你说的这些都是发自我内心最真实的话 我是希望你真的可以好好考虑一下 因为我我认为哈你经过这几个月的相处你应该真的很了解我了 然后我也很了解你了 我知道晴云哥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我只是觉得就是 现在的话呢就是 我也很高兴真的你能把这些东西这些都送给我 我真的 因为我今天呢也等了你一天 但是确实是因为呢就是 现在的话呢就是 你女朋友的这些方式去接受这些东西的话 你还真的是不行 因为我想让就是 我想把自己的事情解决过后就是 想要就是让你就是大大方方的把这些东西送给我 哎 那 呃你的意思是心里也是有我 但是就是 哎 是不是啊 大家是不是这样的 大家在公平上给我打一波 到底是还是不是啊 哎他说话的这个意思 就是 就是 是不是 没有 我怕我又是那个 我又听差了是不是 嗯 其实你也知道确实是 哎 其实 但是阿英我真的 我没有跟你开玩笑啊 其实你那个 你表哥家的事情 我真的 为什么不让我帮你呢 我知道你这个人 因为大家也呃 很多人看过视频的人都呃就是看过我们视频的人都知道 哎 他其实是一个很倔强的女孩子很多事情 只要他自己能办的那自己能办到的他从来不会依赖别人的 包括你呃 包括呃 很多人可能看到啊 就是阿英他有时候他从他们是山上走路下去到街上卖那个呃什么呃 农产品或者是一些他们家的一些鸡啊还一些东西的话 他可以其实他可以跟我给我发个消息我可以上来接他的 但是他非要硬要走几个小时的山路走到山下去 所以就是从这一些细节上 我真的我觉得 他你是一个很难得的女孩女孩子 所以 我认为我是已经我的内心已经被你升服了 所以跟你不要这样夸 这啥不好意思的是不是 但是现在我就是 我很希望就是等我把事情解决了过后就是 就是呃 跟你就是一起干嘛呀或者是类似怎么也好 但是现在确实是就是说以女朋友的方式就给你介绍这些东西的话 你干确实也对你真的是很不公平啊 本来我的事情也没有解决了些 哦 我外婆又说我了 又说你了 对啊他在那里他说因为就是今天的话他不是把货拿出来晒了嘛 他刚刚叫我们说可以早点睡觉 明天早点吃 让我去街上 那你把它收了吧 话说太多了 我跟你一起去呗 行不行 你这 其实不是说适得其反啊 是我 哎呀晒了还有那么多山货呀 外婆她说让我就是早点睡觉 然后她说每天 去街上把这些人拿来卖了 去街上 对 你不是家里面还有很多吗 那里面 你不是说了很多吗 对呀但前面前面说的这些都卖完了 就是这些是外婆